作者 尔雅 由质地有声制作 第八十集 陶河咒 公孙和小四子相识一叫 就听到喵一声 两人扬脸往墙头一看吓了一跳 就见围墙上 甲山上 树干上 怕了好些猫咪 各色品种都有 懒洋洋的 有的在打盹 有的在咬尾巴 好多猫啊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天生招猫了 反正通常我住哪儿都会引过来几只猫的 本来呢 只有两三只的 不过厨房大娘和那些小丫鬟们都喜欢拿吃的来喂了 可能那些猫们出门一传十 十传百了吧 你看 也来这么多呢 说着 展昭还不忘提醒小四子 小丫头们都会去给猫咪洗澡的 不过呢 还是少抱 小心啊 招虫子 不怕 带些香草 什么虫子都不沾 我一会儿写一个方子 大家都待在身上 就不怕虫子了 哎呀 这位大夫就是不一样了 公孙祝开封实在太好了 这自带神医呢 比皇宫自带御医还气派呢 整个开封府给公孙的感觉就是大气简朴 淡不简陋 雅致 干净 有条不紊 还有浓浓的人情味 公孙想象中的开封府应该是冰冷冷的衙门 所以之前他一直不明白展昭这么开朗一个人 为什么能住得下 原来远不是那么回事 除了前边的衙门大堂 后边就是一个大宅子 可见平日包大人很和气 而且那些丫鬟们活泼的厉害 但是又很有礼貌 真不愧宰将之才 治国齐家平天下 样样一流 等公孙粗略收拾了一下行李 回头就见小四子不见了 院子里传来叽叽喳喳的声音 公孙走到门口一看 就见十几个花枝招展的小丫鬟围成圈 正端详着被圈在当中的小四子呢 小四子长这么大 也没一下子见那么多女人 手里捧了一大捧丫鬟们给她的点心果子 样子还挺腼腆 公孙哭笑不得 看来她就算再忙 小四子也有人陪着玩了 上午刚过 赵普就派人来请了 说在王爷府对面的地居楼吃饭 听名字那么欠奏 地居楼其实就是个名 因为对着王府才得来的 那儿的螃蟹好 公孙想笑 展昭不只是大侠 还是吃货 貌似哪儿有什么好吃 他最清楚 不过也奇怪 他这么个吃法倒是也不见胖 莫非是太好动的缘故 这次包拯他们出巡 破获了几件大案子 回了开封后又无稽案 于是众人都非常轻松 不过 包大人似乎有心事 也不和展昭他们去吃饭了 匆匆吃了两口东西 约了庞太师找八王爷去了 还带上了佟大宝 估计跟桃花娘娘那案子有关系 展昭觉得这案子扯得不像话 也不想多过问 到了地居楼门口 展昭先扫了一圈 没有白马 众人上楼 三楼的雅间里头 赵普拖着脸 搭着哈欠无精打采的 展昭和公孙小四子进门 看到这情景有些纳闷 舅舅 你怎么了 还是外头好啊 清静啊 诶 展昭 你们开封府还有床没有 我今晚去接宿 你那么大的王府不住 你住开封去干嘛 被皇太妃念叨的 展昭了然 自古多大的英雄都怕娘啊 舅舅 你娘亲干嘛念叨你 还不就是那几句 赶紧成亲 赶紧生娃 赶紧有个人样 舅舅现在没有人样吗 这天底下有一个敌人 永远没法战胜 是谁 娘啊 打不过躲得过 你都多大了 成家是应该的事情 躲什么 不孝 舅舅想嫁人了 欧阳少征一口茶喷出来 展昭认真研究墙上的菜谱 边不时朝窗外的大马路望一眼 白玉堂还不来 赵普好笑地看着小四子 公孙伸手捏小四子的脸 你又来了 男的是娶 女的才是嫁呢 我 舅舅要娶谁 没一个看得上眼的 明天吃饭的时候 提亲的铁定很多 你怎么应付 不去行不行了 明天去哪吃饭 对了 明天皇上会请文武百官饮宴 顺便接待来史 大家都要去的 公孙点点头 想着应该没自己什么事 不过赵普被逼婚 应该还蛮有趣的 赵普拿起杯子 本想喝口水 却看到公孙身边的小四子 正斜着眼睛看着他 眉间还拧了个小疙瘩 似乎是有什么不满 赵普觉得有趣 就低头想问问他 不料小四子一牛脸 不理赵普了 赵普纳闷盯着他看 小四子嘴巴撅着 明显声赵普的气 怎么得对他 小四子在气什么 气赵普那句 没一个看得上眼的 好饿啊 能不能开饭啊 白玉堂还没来 没人通知他吗 一早就送信去了 紫影从屋顶跳了下来 身后跟着折影 两人似乎是在屋顶上 望了一会儿了 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耽搁了 不会吧 他要是不来 应该会派人送个信什么的 该不会 怎么了 赵普见展显突然严肃起来 想着别是出了什么事 谁知 展显沉默半赏 开口 会不会 迷路了 众人都服额 正在疑惑 就听门口轻微脚步声 随后哑间的门被推开 白玉堂走了进来 他一进门 屋内所有人都回头看他 白玉堂愣了愣 不解的回看众人 意识到 可能是自己来晚了 抱歉 展昭一手拿着根筷子 盯着白玉堂上下打量了一遍 最后视线落在了他肩头 虽然马上有片花瓣 白玉堂皱眉 伸手拍了拍 拍落下一片淡粉色的花瓣 公孙盯着地上的花瓣 看了看 摸下吧 目测 是桃花 鞋子上竟然有泥啊 赶路很匆忙啊 嗯 泥是灰泥 开封内城几乎没有 你住东边 东郊的山上倒是有 你上山去了 东郊的山呢 东面开了果园 西面野林子没人淹 这几天貌似没有下雨 软泥呢 只有东面有 你跑去人家果园了 气人沾着桃花瓣 去的应该是桃花林 莫不是你白五爷 也想见见桃花娘娘 也求桃花 那不是多此一举吗 你想要桃花不用求啊 露个脸桃花就躲躲开了 白玉堂无语地走到桌边坐下 看了看众人 我真碰见桃花娘娘了 众人一愣 刷啦一声盯着白玉堂看 白玉堂沉默片刻 开口 我说笑的 随着白玉堂脸上淡淡一层微笑 展昭抽了口凉气 白玉堂竟然说笑 子影转转折影 白玉堂是不是遇到什么好事了 千年面瘫竟然开玩笑了 话说回来你跑去果园干嘛 遇到件怪事 我庄子里有个丫鬟 貌似叫什么桃 还是什么姓的 闹不清楚 人不见了 不见了 是走丢了 还是遇到什么变故了 我原本不知道 刚才想出门来这儿吃饭的时候 看到家门口几个丫鬟哭哭啼啼的 我就去问 那姑娘似乎一个月前 刚刚被一个复兴汉抛弃了 之后就郁郁寡欢 那个傅心汉娶了个有钱人家的姑娘 还逢人就说那丫头的不是 搞得他最后跳河自尽 幸好是被庄子里的人 及时发现救上来了 这年头傅心汉还真不爽啊 缺德了点 三天前 那丫鬟突然拿着蜡烛纸钱 大半夜的出门去了 大半夜的 拿蜡烛纸钱要干嘛 一个跟他相熟的丫鬟说 他很恨那个男的 一直想报复 那天出门前 他似乎说有办法收拾那人 那丫鬟以为他可能 失去什么庙里 烧香诅咒之类的 也就没阻止 但是 他走了三天了还没回来 别是出了什么事吧 想不开找那男的同归于尽 但先遭了毒手之类的 众人也觉得可疑 但为什么提着香辣纸钱去报复 门口的小司说 那丫鬟是朝着果园的方向去的 我再来之前去了趟果园 碰到一个看果园的老头 说那天晚上 的确看到一个姑娘进了园子 她起先吓了一跳以为是女鬼 不过那姑娘问她 桃花林怎么走 又是桃花 这怎么回来就跟桃花扯不开关系了 我去了桃花林 没见人 但是捡到一样东西 你最近忙什么呢 怎么都不见人影啊 别说话别说话 你听什么呢 来来来 我们的龙图案卷集开始播了 这么快 在哪啊 搜索质地有生 龙图案卷集 各位姑娘们 欢迎订阅分享哦